大家好,我是蓝蓝,现在是凌晨四点,又来医院了 刚才120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叫了120一会儿过来 说是流鼻血,哎呀,我妈以前有过这毛病 浑身都是病啊 我应该到哪儿去呢,这边来,急诊 大家好,我是蓝蓝 今天早上起来凌晨四点,被我妈电话铃声给叫醒了 哎呀,我说怎么了,他说赶紧上医院 我这边已经打了120了,我现在鼻子不停的流血 我说行行行,我就赶紧上那屋叫张哥 张哥二话没说,开着车就带我去了医院 我们呢,比120车先到了 哎呀,我想想,哎不对,他们先到了,反正就前后脚吧 然后就赶紧挂号,然后买本,交费 然后他们那个在找大夫,大夫在病房呢 因为看了急诊嘛,大夫就来了,然后后面还有两个老太太也是流鼻血的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妈在十多年前吧 就有过这么一次,也是流血不止 哎,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医生呢,就说这个也没有什么能治或者吃药的 就让吃点香园药,给开了点头包,说吃香园药 然后说两三天以后呢,过来呢,取出来把那个插鼻子里的那些东西 说自己不能取,而且还要看呢,他有没有毛续管有没有长好 说如果没有长好的话,还不能拿,要不然他还会不停的流血 然后说如果老这样反复的话,那鼻子里面容易长肿瘤,到时候还要做手术什么的 我上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尽量啊,大家不要有这种抠鼻子的习惯 这样的话,就容易把毛细血管给搞破 还有说,反正说,什么血压高了吧,要不就是上火干了吧 反正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说年前呢,不停的流鼻血也没有找到原因 后来我就想,会不会跟这次新冠有关啊 因为他们有人说呢,就是这回的病毒呢 他会把你以前的一些老病勾出来 所以是不是又把他以前的这个毛病给勾出来了 反正现在呢,肯定是止住了 止住以后,两三天以后呢,再去联系医院 然后我回到家,就开始给各个医院打电话 因为过年嘛,都放假 即便哈,初三上班有门诊 也都是抱满,排队都排满了 看不了,给打电话也说看不了 反正在想折吧,反正现在血是止住了 反正我妈妈就身体太弱了 就成天的哈,就跟这医院干上了 现在岁数大了,明显感觉哈,这个频率啊 就越来越近哈 所以你说作为儿女吧 要没有个好身体哈,真是不行啊 然后我今天回来以后 因为给我妈送那儿就没事了 我妈说你赶紧回去吧 回去睡觉,她也没事了 然后我就赶紧的回家 因为今天家里还要来客人嘛 然后就开始收拾,归着 站了一下午在厨房 做给人做好吃的呀 哎呀,所以哈 有个好身体太有必要了 因为,是吧,你要照顾老人 还好我们家孩子大了 能帮我啊,分担点了 做做饭,规矩屋子啊什么的 哎呀,我怎么觉得哈 人,我想的是越上岁数哈 应该越轻松了,没想到哈 哎呀,越来越,事越多 明天,明天还要 做一桌子饭 今天做了一桌子 明天去我婆婆那儿 我婆婆她们也是哈 老二给打电话 说平常就老两口也懒得做饭 做了也吃饱多少 就人多去了热闹 我们每年妈都是三十 在那住一宿哈 跟公共婆婆在一块过 然后呢,北京嘛就讲哈 这个女孩不要回娘家 我们都是大年初二 就是回娘家过三十不太好 哎,就是迷信嘛 有的人说就不要不吉利 也不知道怎么不吉利 反正 哎,真忙啊,真忙 你们也像我这么忙吗 我怎么一天比天忙感觉 觉都不够睡的 行了,今天实在太累了 下午也是炒了一大桌菜 做的那个米粉肉 还有真桌丸子 倍儿好吃 我今天晚上七点钟 发一个做米粉肉的视频啊 你们看看 特别香啊 因为它让蒸两个小时 客人来了,来不及了 我少蒸了半个多小时 都特别好吃 它要两个小时啊 那真是肥而不腻 特别香 好 所以哈 还得嘴壮 身体好 是吧 身体好才能干事啊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